新竹棒球场赤资12亿却出包连连 而且案情不断扩大 近期市府勘察棒球场发现排水跟土壤规格缺失 预算书曝光更发现原本编列的4000万元排水工程全被删光 市府目前要求厂商重整棒球场 也跟卫泉龙协商赔偿事宜 那年度的含量是过高的 那也难怪水消退不下去 近期新竹市府勘察棒球场发现排水和土壤规格出包 难怪排水问题严重 一查预算书还发现原本编列的4000万元排水工程全被删光 市府现在要继续追查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也要求厂商重建球场并且吸收全程费用 而新竹棒球场的最大苦主魏泉龙也向市府协商球场 他的一个赔偿的金额大约是落在700万到800万之间 我们跟龙来达成的共识就是我们不会节约 但是我们会暂停这个合约 那暂停合约的时候呢 我们会来就是由市府来尽快将棒球场改善完成之后 再继续这个合约的运行 新竹棒球场赤资12亿 从去年7月一开幕就造成球员受伤 进而发现球场内外多项缺失 现在进一步清查案情 疏失的十几位官员已经配合检调单位厘清案情 要还给市民一个真相 记者徐志迁新竹报道 接下来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